大家好,欢迎收听《和理汉天下》 这条片想和大家跟进俄乌战争最新的形势 不过进入正式议题前,提提大家 请你记得支持《和理汉天下》 请你订阅、点赞、留言、分享 记得按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另外,如果有广告,希望大家支持我们! 好了,言归正传 我会跟回之前的方式,由最近发生的事讲起 再和大家回带,看看过去一个星期局势的变化 然后再看看战场的战局 刚刚,欧洲时间7月20日 俄军的导弹击中共驻乌克兰奥德萨领事馆 各位,你没听错,是俄军导弹打中中共领事馆 这件事,中方已经确认了 中共外交部证实,中共驻乌德萨领事馆附近发生爆炸 但领事馆人员早已撤离 因此没有人受伤 但西方媒体,包括CNN、路透社 以及乌克兰基库邮报都有相片 影响中共领事馆有建筑物损毁 连外墙、铁的窗花和玻璃都炸烂 这又怎可以附近发生爆炸呢? 这件事发生后,乌克兰国会议员奥列克西 即时在推特出post,问中共为什么不表态呢? 他又说,现在俄军知道导弹有可能打中中共领事馆 一样照打,即是不顾中共外交人员的身死了 而稍后,中共外交部再回应 说中方会与有关方面保持沟通 并采取一切措施,维护中共驻乌克兰人员的安全 又再强调这次没人伤亡 这件事好笑就是 华大妈华春莹五日前 才在推特出过几个post,翻旧帐 说24年前,北约的军机 误诈南斯拉夫的中共领事馆 这样欠下中共一笔血债 但现在俄军的导弹又是这样打中中共领事馆 中共只是说会与俄方保持沟通 又说会维护中共人员的安全 即是怎样呢? 即是大事化小,不会与俄罗斯计较 总之,同样是炸中共领事馆 中共如果要回旧帐,就叫人民血债 如果中共不敢提那些东西,就叫保持沟通 无人伤亡 这些就是典型的《龙门任班》 战狼外交之中,也有时会出《暗春外交》 OK,为什么俄罗斯又会用导弹打中中共领事馆呢? 是这样的 俄军连续三晚对乌克兰港口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 发动无人机和导弹的空袭 我看CNN的独家片段 那些无人机和导弹好像下雨 报导说最少一次空袭有六十多支导弹同时袭击 而乌克兰虽然可以拦截一部分攻击 但肯定不可能全部成功拦截 所以打中奥德萨的导弹或无人机相信不少 我看片段的画面所见,根本好像在黑夜之中 天空中有人不停放烟花,很夸张 所以有导弹打中中共领事馆,一点也不奇怪 为什么俄军突然狂炸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呢? 是这样的 普京开始打出粮食牌 他就希望用饥饿去逼乌克兰和北约答应他的条件 因为战场上现在俄乌双方目前都没办法打赢对方 于是暂时就开始展开其他军事以外的攻势 而粮食牌就是俄罗斯手上最快可以打出的一张牌 前几天俄罗斯宣布说会在7月21日退出 由联合国滑船允许乌克兰出品穀物去其他国家的协议 简单说 7月21日俄军将会假设 所有由乌克兰港口洗出的运输粮食的船隻 都是潜在军用船隻 而俄军是有可能随时襲击这些船隻的 这样俄罗斯就可以封锁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从而造成发展中国家粮食的危机甚至灾难 这样就引发全球粮食价格飙升 于是那些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非洲和中东国家 一定会向北约施压 真是又挨又勢 到时北约和联合国看着有人道危机 有人道灾难 即饿死人 没办法不跟俄罗斯讲素 这样普京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结果 所以俄军这几天疯狂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襲击奥德萨的乌克兰粮食仓库 就是不让乌克兰趁着这几天尽量出口粮食 普京这一招 简单说是用非洲中东人民作为人质 要挟西方国家屈服 所以就算联合国表示俄罗斯这个做法 引致小物肉米的价格上涨 既破坏全球利益 更加伤害南半球弱势社群 就算这样说 就算这样谴责普京 普京都不会理 乌克兰那边表示 希望那些混粮的船只不用理他 照样运送乌克兰的粮食出口 看看普京够不够将攻击这些混粮的船只 但坦白说 又哪有保险公司愿意接受这些船只的投保? 所以普京这张粮食牌出牌没问题 但这张牌出了之后 能否得到预期效果呢? 到时要再看 而这两天 叶习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港口 亦真的破坏了很多乌克兰的粮食仓库 其中有6万吨穀物 原本打算出口给中共 现在被俄罗斯破坏了 而今天 扎连斯基亦表示 将会有100万吨的穀物被封锁在乌克兰的港口 而这些穀物很可能会被破坏 结果是对非洲和亚洲的人民造成人道灾难 而扎连斯基没有说 对欧洲其实都会造成通胀危机 所谓大话怕计数 乌克兰是供应全世界10%的小物 15%的玉米和13%的大物 是重要的粮食源头 所以今天欧美媒体都在问同一个重要问题 是乌克兰手上的防空系统 可否可以保护到乌克兰的粮仓? 因为就算那些混粮的船隻不怕 照使出乌克兰的港口 但是如果俄罗斯现在不停抗炸乌克兰的粮仓 乌克兰一样运不到穀物出口 而不幸地欧美媒体的答案是 乌克兰布置在奥德萨和尼古拉耶夫的防空系统 是不足以阻挡俄军的空袭 面对这样的局面 乌克兰又怎样还击? 乌克兰只是用两招 第一招是撤断俄军的补给 7月17日乌军再次炸断克里米亚大桥一段 俄罗斯说那条桥的铁路已经维修好了 可以通车 行车的通道又怎样? 有消息说最快11月可以完全恢复通车 大家可能记得我之前出片说过 这条克里米亚大桥将会不停被炸 结果这条桥第一次被炸之后 恢复通车没多久了又再次被炸断了 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当这条桥整到七七八八 乌军又会再来一次袭击 又打断这条桥一段 看看你俄罗斯到时又要再弄过 这招是不停打击俄军补给供应链的 而早前乌军也不断攻击俄军一些军事仓库 也有些少收获 7月19日 乌军又打中克里米亚一个俄军基地 引起6小时长的爆炸 有2000人要即时疏散 第二招是乌军已经正式使用集束弹 这一点美国国安委员会协调员 俄比在7月20日已证实 俄比表示乌军正是适当地和有效地使用集束弹 但这样对战阵有什么影响 俄比说暂时不作评估 而乌克兰的塔尔纳夫斯基将军向CNN表示 集束弹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又说俄军明白有了集束弹 乌克兰将会拥有优势 但西方军事专家没有那么乐观 认为集束弹只是乌军不够炮弹的代用品 要解决问题都是要靠北约增加炮弹的产量 否则集束弹所带来的优势很快就会过去 其实《纽约时报》三个几月前 已经有一篇专题报道 就说北约国家基于道德原因 生产炮弹的工厂都是请不到工人开工的 那篇专题就指出同样的工资 工人宁愿生产其他产品都不会去做炮弹 特别是俄乌战争之后 很多欧洲人就心知道 生产出来的炮弹不会放在里面 一定会拿来用 这样就一定有人死伤 所以欧洲很多工厂越是打仗 反而越是难请人生产炮弹 只有亚洲的供应链才有足够的产能 和有比较少的道德包袱去生产炮弹 而俄罗斯因为没有道德考虑 所以近期他们的炮弹产量明显上升 所以美国都开始正式找亚洲盟友帮忙 希望可以生产多些炮弹或其他武器 这样协助乌克兰快修复国土 所以7月15日 韩国总统韵石月和她的夫人 突然飞去乌克兰 跟扎连斯基见面 非常明显是为韩国供应炮弹给乌克兰 制造舆论支持的 不过韩国的说法是借炮弹给美国 而美国怎样用 韩国就不会太大限制 而差不多时间 韩石月又登上美军 驶去韩国的核潜艇在上面巡视 非常清楚的 韩石月要说给韩国人知道 美军用核武保护韩国 那韩国没理由不借炮弹给美国 有消息指出 韩国一个国家的炮弹产量 已经多过了欧洲的总和 而7月19日 专门负责日本向外援助的机构 JICA的理事长田中明宴又访问乌克兰 并且与扎连斯基见面 日本共同社报道 乌克兰有三成的国土被埋下地雷和瓦弹 至少要10年时间才能完全清除地雷和瓦弹 扎连斯基希望日本帮忙提供设备 去帮乌克兰排泪 日前JICA才刚刚通过提供四台 探测器和排泪机给乌克兰使用 扎连斯基希望日本可以提供几十台 这些排泪系统给乌克兰 大家知道日本人有时是万多拍 经常怕戒入战争 那四部排泪系统说了两个多月 现在还未运到乌克兰 另外乌克兰也希望日本可以提供士兵的心理辅导 和伤残人士的用具去协助乌克兰的军人 扎连斯基提出 最好由日本在乌克兰设厂生产物品就最好了 进入讲前线战局之前 先讲讲外交上的形势 本来接下来南非会举行金砖国家的联会 普京一早准备出席 但由于普京是一个被国际刑事法院ICC通缉的通缉犯 而南非和ICC是有协约的 如果普京去南非 南非就有责任和义务逮捕普京 而俄罗斯说如果南非真的逮捕普京 就等于向俄罗斯宣战 于是南非就向ICC申请豁免 希望不用履行逮捕普京的责任 显然ICC又不接受 结果搞下搞下就是普京屈服 刚刚普京决定不去南非 改派代表出席 这样南非就可以松一口气了 而大陆支持普京的鸡粉就说 普京想留在俄罗斯处理华格纳的首尾 各位这些就是跌落地那扎沙的说法 真是小鸡粉他们很厉害的 7月19日英国军情六处MI6的负责人 摩尔接受媒体访问 他表示 英国的情报所知 普京接受了一个屈辱性的协议 才能解决华格纳的兵变事件 另外MI6又呼吁 说俄罗斯反战的人士 可以协助英国从事间谍工作 法国媒体发生社就形容 英国官方这样公开呼吁 去招募间谍是极为罕见的 而同一时间俄罗斯国防部就说 华格纳的移交工作将会接近尾声 但是普里沃津就说 华格纳正是集结力量前往非洲 总之就不会再参与乌克兰的作战 最后讲回战场的形势 简单说是攻守双方 现在都是胶着状态 英国外相齐詐明 向美国的政治新闻网Politico表示 乌军正是取得稳步的进展 齐詐明形容现在反攻的进度缓慢 因为要穿过重兵和地雷阵 是没有快速和安全的方法 其詐明认为目前乌军的战略是正确的 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就表示 目前不可以说乌军反攻失败 事实上 乌军有5-6万的主力还未投入战场 以老偷写报道 莫斯科已经集结了10万军队和几百坦克 短期内会投入防守战 所以预期短期内 乌军反攻赢不到 而俄军在战场上也暂时不会溃败 战争会拖到明年是很大可能的 总之俄乌双方在战场上决不了胜负 而普京现在就寄望粮食牌 和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希望美国的民意会逆转 不再支持乌克兰 而北约就寄望俄罗斯体制之内的内控 希望他们鬼打鬼 以及乌军快点找到俄军防守上的缺口 另外就是看看乌军反攻 和迟些如果有了F-16战机支援 前线的战局会不会有突破 不过以目前形势去看 乌军的反攻是非常艰难的 在这里我们希望天佑乌克兰 来到这里希望大家继续收听和理看天下 在这条片下应该有超级感谢的符号 很希望大家加入支持我们 另外我们也是Patreon Patreon的连结也在这条片下 很希望大家加入我们的Patreon 拜拜